左侧这是普通款 右侧这是竞技款 它俩都是手柄摇杆的保护防护胶带 左边这个之前介绍过 它适合剧情动作类的游戏 右侧这个灰色的竞技款 它适合射击赛车球类格斗之类的游戏 左侧这个是19块9买一送一 右侧这个比左边这个贵几块钱 也是买一送一 这两个具体有什么区别呢 左侧这个有点颗粒感 稍微比右边那个厚一些 右边这个很光滑很薄 贴的时候稍微有点难度 不如左边这个好贴 左侧的普通款 摇杆感觉非常稳 有点像棉布 右侧这个竞技款很细腻 很顺滑很流畅 有点丝绸的感觉 贴了胶带的摇杆的感觉 比原生不贴胶带的感觉 品质感要好 这个不贴啊 就是那种塑料感 它有点麻麻叉叉的感觉 它不如贴上胶带之后 更顺滑 更有质感 这种胶条的作用主要是 防止手柄摇杆 在摇的时候掉粉 因为摇杆柱它是塑料的 手柄边缘它也是塑料的 时间长了在摇杆柱上 就会有一条线 可能会导致摇杆飘移 但是导致摇杆飘移的原因很多 这只是其中一个 并不是说贴上这个之后就百分之百不会飘移了 它只是一个原因起到一些防护作用 像PS5手柄 还有插帽子手柄都可以贴 像Switch的Joy-Con手柄就不能贴了 我给你们看一下为什么不能贴 它这个太小太窄了 这种手柄它这个柱还是比较圆滚滚的 比较粗 像这种一二十块钱的东西 一个是起到防护作用 小玩意儿提高品质感还是不错的